未來慢慢要習慣 就是這個範圍以後也可以把它定義F3 剛剛有定義一個LOOKUP 指的是這個範圍 OK按確定 打勾就可以了 那這個範圍呢 除了說第一個 就是它用名稱比較好理解之外 第二個是說它不用去管它要不要按F4 要不要鎖 因為它固定了 所以以後不用鎖定的問題 不用管要不要加個錢的符號 大概會有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OK好 然後再來index index怎麼用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index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一樣可以看到那個 有一個函數叫index 那這個index 其實用到的機率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有些vira函數沒辦法 沒辦法達到那個效果的話 那有的時候就會改用像index 這樣的函數 那index的話你直接按確定好了 沒有預設的這個第一個 它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你的array array的話就是你的範圍 那範圍指的是這個範圍 OK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你要抓的是第幾列 這個範圍有點像 反正你先選一個範圍給它 就這個範圍 那請問一下你要抓的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 比如說姓名好了 那要跟這個有關係 005 那應該是這個範圍 這要抓它嗎 那它在哪一列呢 其實特別重要是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五列 有沒有 所以這邊要填五 第幾欄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二欄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呢 我如果希望呢 當這個地方輸入的時候 那我可以自動調整 那你可以怎麼樣 roll number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指向編號算了 因為編號剛好 剛好是什麼 欸 005 那你把它帶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roll number的話呢 它需要一個數字 可是你這個是一個文字對不對 不過特別注意喔 easeo或VBA很 嗯 算什麼 算它還蠻人性化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 欸 要一個數字 可是你卻給它一個文字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轉型 文字 會自動幫你轉成數字 不過前提是喔 能夠轉的 如果不能轉 就發生錯誤了 OK 所以剛好這邊005對不對 你把它帶過來 欸 剛好就自動幫你轉成5 有沒有 OK 那就剛好第五列 那第幾籃呢 這地方剛好第二籃 欸 所以這樣的話完成 那等一下向下填滿嘛 所以這邊也要是 F4 鎖列就可以了 那roll number的話也是固定 所以這邊3 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然後 因為等一下喔 按確定的話呢 當然劉宏君再過來 不過我一樣要向下填滿 欸 向下填滿的話呢 還是有個地方 會需要跟著改變 這個 2 有沒有 下一個不就3 4 5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roll 小瓜糊 減2 欸 不就OK了嗎 按確定 試一下 向下填滿 放開 欸有沒有 全部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006 enter 有沒有自動帶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樣子 要自己輸入很麻煩耶 可不可以用個下拉清單 會更人性化一點點 欸對 那如果你要做個下拉清單 要怎麼做 1 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資料驗證 這個清單我們有做過嗎 對不對 然後呢 2 這邊有個清單 還記得吧 我們記得好像在萬年曆裡面 就有做過了 有沒有 哪一元在哪裡 編號 所以你可以按F3 把編號帶過來 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把編號 01到08 001到008 好帶過來 按確定 這時候下拉 有沒有發現 001到008 就帶過來 所以你選其中一個 它就自動帶了 OK 所以自動帶出資料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同學講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 在一個地方 我就讓使用者選了一個 它自動帶出其他資料過來 可以啊 就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另外的話呢 後面還有Index 還有Offset 還有Indirect 這兩個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如果OK之後 還有VBA 所以後面還有三關要過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Index 然後另外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下拉清單 就是編號查詢的部分 把它改成下拉清單 試試看喔 請大家試試看喔 請大家試試看喔 OK OK